POP大国民请听蔡师平 欢迎大家回到POP大国民 我们是POP大国民 我是主持人蔡师平 今天五点到六点钟 我们为各位来探讨一个话题 在今年的7月21号的时候 大陆的国务院 中国的国务院发表了一份非常特别的 新疆若干历史问题的白皮书 为什么会在7月间的时候 发表这一份白皮书 在这个白皮书里面 他当然重申了新疆是中国领土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而非东途爵斯坦 然后在隔了几天之后 中国的大陆的国防部 发表白皮书的时候 其实又重提到 包括台湾的台独或者是藏独 还有东途爵的问题 所以我们想要各位所有的朋友 提供一个比较完整的 比较宏观一点的角度 来看待这个话题 换句话讲说 中国的少数民族的议题 其实相当的严重 但是他解决的方式 能不能够有不同的思维 也许我们可以从第三者的角度 来拉高一些知识的程度 给大家做个参考 今天在我们现场 我们很高兴的请到 在国内研究这一方面的专家 同时也是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的副研究员 吴启纳 吴教授在我们的现场 吴老师你好 大家好 很高兴今天请到吴老师 吴教授来跟我们一起聊聊这个话题 吴老师也在台大历史期 有开一个关于中国族群议题的 专题的讨论 我先请教你 您对中国的议题 特别是在新疆 维吾尔族这些相关议题 钻研多久了 大约有20年 当初怎么会对这个问题有兴趣 因为我自己一方面 有少数民族的背景 另外一方面觉得 整个在历史方面 涉及到一个中国的 近代转型这个议题 而在这个当中 这个中国是现在这样一个 一个特殊的国家 就是不太像是 这个这个传统国家 也不像是这个所谓 现代民族国家 那这个背后跟中国 中国现实当中 它的一个文化上的多元性 族群的多元性 是有关系的 那我所以我觉得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我们比较缺乏研究 我也注意到说 当中国在讲这个 不管是新疆 西藏这些问题的时候 他其实都会强调 叫说这些都是各民族 都是中华民族的 组成的一部分 换句话说 他用了一个中华民族 去涵跨它的多元性 这个在理论上也好 或者在历史的依据上也好 中国大陆 他们是用什么 什么样的一个原则 用这个标准来涵跨 这个涵跨有用吗 您的问题是非常好的问题 我自己感觉 其实中华民族这个论述 它是在近代 才出现的一个论述 事实上更具确切一点 它是在20世纪 才出现的一个论述 那以前都是用汉人 也就是说在传统的中国里面 它有很多很多的 不同的文化群体 但是这些人从来没有被界定 成为什么民族 什么民族 因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 它在亚洲来说 就是从19世纪末 20世纪初才开始的 那么这样子呢 如果说我们这个假设从中华民族是一个从古到今都有的实体 这个就有一点违背历史 我想不仅是中所谓中华民族 在西方的所有的民族国家 它的民族也都是一个近代建构的结构 民族国家的概念出来以后 或民族主义的概念出来以后 那所以呢 所以我感觉这一个对话体系 它就跟整个的西方的对话体系 中间出了一个问题 这个体系我们如果放到整个的 我的一个感觉在冷战期间 整个的事件形成了两种知识体系 这两种知识体系 就是各自用各自的话语去自说自话 那么双方之间不能够对话 哪两种呢 那这两种 一个是西方他在看待苏联集团 以及这个亚洲 还有伊斯兰世界的时候 他们通常是以自己习惯的 已经形成的这个民族国家 主权国家 民主政治这个体系的角度去看 它的知识基本上也是文艺复兴之后 建立的这套知识体系 那另外一套呢 就是说在这个苏联东欧 还有中国这个革命的话语体系里面 这个革命的话语体系里面 先是把这个共产主义 全人类解放当作一个话语体系的核心 接下来呢 又把这个民族主义 又转向民族主义 那么他们倾向于把这个民族 视为一个天然的实体 那这样子两个体系之间的对话 就有很大的问题 那么我想这个现象就有点像是 我们在台湾这种体会 我们会看到从中国大陆来的 不管是游客 直到这个官员学者 他们对台湾的了解 我们就觉得他们这个了解非常非常的有限 其实反过来也是一样 我们其实多数的人 对于中国大陆的了解也是有限的 经常有非常非常多的误解 那西方呢 对于苏联中国的了解 也是跟这个类似 这个这种情形都是说 双方其实陷入了两种知识体系 跟话语体系当中 我想要去这个促进他们的沟通 我们有必要重新回到冷战以前 或者要在这个冷战跟后冷战以后 创造一种第三个知识体系 跟第三个话语体系 那到目前为止 这是第三个知识体系 或第三个话语体系有形成吗 在学界也好 或在世界上 我想这个是大家在努力当中 当这个努力我想很困难 因为我们其实如果是讲这个后冷战 它还出现了一个现象 就是我们现在的资讯爆炸 这个资讯爆炸造成了一个结果是 其实很多有关重大的议题 严肃的议题 它的门槛降低了 有很多政界的人 或者是学界当中 不是那一行的人 可以进入讨论 其实大众也可以进入讨论 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 其实带进来了很多的 这个错的资讯 错的这个见解 因为它是基于这个误解 而做的这种判断 那么这些判断 跟这个比较有知识基础的判断 那么有洞见的判断 混在一起 所以让我们其实判断起来 变得很困难 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就是我们怎么样去让一个 说有说服力的 能够公正客观 站在第三者角度的这个体系 能够立足 这是我们需要去做 很大很大的努力 好 这也是我们今天请来了 这个吴奇纳 吴教授来谈这个话题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因为我一直在想 每次我们看到这个媒体 报道这个关于中国大陆的 新疆问题或者是西藏问题的时候 当然会引起不同程度的反应了 就像刚刚吴老师说的 你如果是一个 就是对中国的 中共的这个政权 非常不爽的人的话 你大概就会很自然的 就认为说 你看这个就是汉人的 大汉人主义 沙文主义的迫害 可是如果说你是站在一个 中国大陆的角度来看 也许会认为说 有他的这个情有可原 他的处理上面 这么多民族 要怎么样来做一个 局势的掌控 或者是再加上 所谓的帝国主义 在中间有没有在那边搞分立 搞这个藏独等等的 所以他的确会牵扯到 刚才吴老师所讲的 所以你在这个两种态度之下 你很难去厘清他 可是我们今天请你来 就是非常希望知道说 这个事情一定有一些脉络 在脉络当中 我们会看到现在 中国大陆处理的 这个少数民族政策上面 有没有一些盲点 他的盲点有没有可能 可以有不同的做法 我先请教你 像我们看到这个 英国过去处理北爱问题 或者是像加拿大 在处理这个 发蜀的 这个殖民地 遗留下来的 这个老问题等等 就是说在西方国家里面 用西方国家的这种模式 有可能可以参照吗 我觉得西方国家的模式 至少是在欧洲的模式 其实他的参考意义不算大 因为西方他们是 这个整个的 整个的近代的话的过程 他是透过建立民族国家的方式 来做的 那这个过程当中 他伴随的一个很 一个是内部 他们对于对于这个 传统的这种 这个族群之间的关系的处理 他是他是简单的 把他民族国家化 就是国民化 我认为你是这个所有的公民 我把这个文化差异 能够 我就是把这个文化差异 尽力消消弭到最小 我不太在意这个文化差异 另外一面 他们是这个西欧国家 面对殖民地的时候 他们是另外一套 他其实对殖民地 做了比较多的这种歧视 有很多歧视性的措施 有包括这种经济上面 跟政治上面的 还有文化上面的 这种歧视措施 那么后来 这个做的比较成功的典范 是这个像是加拿大 澳洲 纽西兰这样的国家 他们的多元文化主义 也就是多元文化主义 在尊重各个族群 包括尤其是尊重 这个原住民的一个状态下面 要去建设一种多元文化并存 但是又有共同公民意识的一个状态 那么这些国家做的应该说不是完美 但是相对的比较成功 至于说美国 其实他们在种族的一体上做的不算成功 我们通常会说美国是种族的熔炉 可是现实当中 美国的种族冲突其实蛮大的 他们只能说是种族的拼盘 到现在为止 拼盘可能比熔炉更好 那么就是说美国的很多政治的议题 它是因为种族之间的这种冲突张力造成的 我觉得美国它来说 对于现在亚洲国家 它的参考也不算大 那么对亚洲国家来说 其实它有个差异 就是说其实亚洲国家多数的人 他们都有个共同的身份 就是大家都是原住民 那么这些人 他们其实相处的时间 在2000年以上了 互相相处的时间 他们形成了一种相处的模式 这种相处的模式 在过去2000年当中 它有一些相处的制度出现 这些制度是有参考价值的 好我们待会回来 我想我们越来越谈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如果西方的模式 的确也有它的局限的话 那回到这个东方 回到自己的这个 历史的传统文化来 有没有可能找到答案呢 待会来我们继续请教 吴启纳教授来谈 中国的新疆问题 青年雨天每天都想你 白天黑夜都要在一起 想我有你从此变得精彩有趣 不要大声的说我爱你 POP RADIO是我扬起 就一起在一起 就一起在一起 好欢迎回到POP大国民 今天五点到六点 我们为各位请来了 吴启纳教授 非常希望让大家对于整个的 所谓的新疆这个议题 有比较宏观一点的 深远一点的了解 而不是跟着这个新闻媒体 在那边看热闹 好刚才吴老师也告诉我们了 就说因为以西方的 现代的近代的 这种民族主义的角度来看 或民族国家角度来看待 新疆问题的话 其实有点自私一分 因为事实上包括美国在内 自己的种族问题 也不是处理的非常的好 好但是刚才吴老师 特别讲到一点 刚好在那个点上 我想让他有完整的讨论 所以我把它稍微停下来 再回到这一段开始 你特别提到说 因为在亚洲地区 东方国家 大部分都有了 大部分都是 所谓的原住民 都是在地的住民 不同的种族之间 其实上也相处了2000多年 他自己其实也发展出了 一些文化 可以再讲细一点 比如说以新疆为例的话 那你所谓的2000多年来的历史 发展出自己的一种 处理问题的模式是什么呢 是这样 就是新疆这个概念 其实它是一个 到了禁古才出现的概念 在传统时代 在中国模糊的 把它称作西域 就是这个地方 并没有形成一个 统一的政治体 那么曾经有不同的政治体 统治那边 也有些小型的政治体 自治 这些自治 因为他们有地缘的关系 他们跟中国的 这个中原的王朝之间 是有一些接触的 有的时候 王朝大约在 接近一半的时间 对他实行民意上的统治 或者是统治 再密切一点 另外一半的时间 他大概跟中原王朝 有非常密切的 这个经济文化的来往 可是不管是 直接统治的状况 还是政治影响的 这种状况里面 当地都维持了非常大的 一种现实当中的自治 这种自治 就是他不仅是跟 中原的农耕民族的接触 不是那么直接的 在政治上面 跟中原王朝的接触 也不是太直接的 但是他并不去从政治上 挑战中原王朝的 某种控制权 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事实上 不管是中原的这些 农耕的王朝 农耕的政势力 还是在新疆的这些 绿洲的住民 或者是草原的住民 他们各自 基本上都发展出来 一种经济上面 相互来往 或者依赖 政治上面建立一定的关系 但是又维持 相当大的自主空间 这样一个状态 这种状态没有发生 像后来建立所谓的 这个主权国家 民族国家体系之后 大家一定要针对 主权议题族群议题 来对冲的这样一种状态 就是说最中间的一个 所谓空间空隙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这个的改变呢 这改变是近代以后才改变的吗 这个改变的 其实这个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西方的到来 西方到来之后 它基本上是开始压缩 传统亚洲的这种族群的生态 以及政治生态 也就是说传统亚洲国家之间 模糊的这种边界边疆 被迫要厘清 被迫的要厘清 基本上我举个例子 就是说中国的边界 基本上是被西方来划定的 不是中国人自己要去划那个边界 划了边界之后 事实上西方人还要继续往前推进 比较大的就是说英国 俄国跟日本 他们继续往前推进 这个过程当中 就使得中国传统上面 边缘的地区变成了所谓的边疆 这样或者说它成了国防前线 变成国防前线 那么近代的中国 从晚清开始到民国 到后来的中国大陆的中共 都想把它变成一个主权的 有效管辖范围内的一员 这种情况下 他就要去对把当地的这种 原来的这种间接的统治 变成直接的统治 变成直接统治之后 我要有统治的工具 那么我可能还要利用移民 这种情况下 族群的接触也增加了 那么政治的压力也增加了 这样子原来不太存在的族群冲突 就变成很现实的一个一体 冲突的这种张力也加大 好 在中国大陆的 不管是国务院发表的 新疆若干历史问题的白笔书 还是国防部最近发表的白笔书 他们都有提到一个说 东途决斯坦 他特别强调说 新疆从来不是东途决斯坦 所谓的东途决斯坦 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它的兴起是多久了 这个概念其实是在19世纪才出现的一个概念 我想古代新疆这个地方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地名的 原因是这里并没有建立过一个统一的政权 其实都是不同的势力 接触到它的某一部分 那么在古代 中国的中原政权 曾经模糊的把它称作西域 可以勉强算是一个他称 后来到了这个 西域也不是一个国家概念 这是一个地域叫西域 后来田龙皇帝在1857年 他在打败伦嘎尔之后 在把这里 他要炫耀他的武力 十大武功 把他称作是甘肃新疆 就是我甘肃新扩展的地方 那么这个名字才变成了一个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叫新疆 从那时候开始叫新疆 后来才改名 不叫甘肃两个字 就叫新疆了 这个字严格讲 它当然是一个外来的名字 就是不是当地的名字 那么东图厥斯坦是不是当地的名字 也不是的 因为东图厥斯坦是俄国人 他们向乌拉尔山以东扩张的过程 他征服了中亚的那些 讲阿尔泰语系 图厥语族语言的传统韩国 把那些小国征服了之后 他们把那些地区叫做西图厥斯坦 这样叫做 或者叫图厥斯坦 那么在他东边的 就是派米尔以东的新疆 他们就把它叫做东图厥斯坦 他觉得这些人也是讲图厥语族语言的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外来的名字 那么没有任何一个是 就是当地现在新疆这个范围 本地的人自称的名字 因为并不存在这种名字 所以现在的 假如说你刚刚特别提到阿尔泰语 图厥阿尔泰语 这个区域现在有不少是独立的国家了 对不对 我记得在中亚这边有一些国家 是各自独立的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你觉得中国或者是说 以前的包括民国在内 晚清到民国 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几个阶段 大致上这三个 从王朝到民国 再到共产的国家政权 他们对于新疆政策 基本上都很像吗 其实他中间有很强的连续性 就是晚清的话 他是从新疆有个特点 就是曾经在1860年 他因为浩瀚也就是今天乌兹别克的 这个军阀的入侵 让他在那里建立了另外一个 等于是外来的政权 这个政权后来被左中堂驱逐了之后 在1885年新疆就建立了行省 这就是近代中国 他要把边疆从这个间接统治 变成直接统治的开始 因为之前并不是行省 那个都是军府 那么这个1885年的建省 正好跟台湾是同一年 那么这个建省之后 这个清朝政就是想 第一个我在政治上面 要把当地跟内地变成同一个体制 就是原来的所谓的一国的两种制度 现在变成同一种制度 第二个我想文化上要推动一致 所以在那里推动儒学教育 不过这种进展并不是非常成功的 所以到了这个1912年之后 新疆实质上面 曾经就1912到1949年期间 是由当地的地方的军政势力 主要是汉人统治下面的一种实质独立 中华民国不能够实质管到他 那中华民国当然有军队进去 那是到了这个就是1944年以后 因为在新疆的这个当地的军政势力 叫盛世财 他向中央输成了 这样子胡中南的部队才能够进去 这些人进去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统治新疆的基础 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新疆统治 他很多很大程度上 他依靠汉人的军队 这个由胡中南部队留下来的10万人 后来就全部被改编成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那么后来就像中共自己进军的6万人 这样16万人成为在新疆统治的一个 很重要的政治基础 当然我不是说之前没有汉人 汉人大概是这个除了在汉唐之际 有很多人进去之外 比较大的是乾隆以后的移民 这移民主要是甘肃人 那中共建政以后他们对新疆的政策有阶段性吗 还是说从头到尾都是一贯的措施 他也有阶段性 我想这个阶段性就是一开始 这个中共他基于他在革命时期 他们还是有所谓的理想 就是民族平等的理想 所以他在一开始的这个1949年接收新疆 一直到1957年的这个下半年这一阶段 基本上他们跟新疆当地的住民 有一段蜜月期 这个蜜月期就是说 他在把这个新疆省的这个体制 逐渐的改变成为一个民族区域资质体制 然后他要任命当地的很多 这个当地民族出生 主要是维吾尔出生的人 来担任各级的干部 当然他也在维吾尔人里面 去发展共产党的组织 由维吾尔人自己担任 共产党员共产党的这个各级的领导 那这段过程当中呢 共产党自己也主张 他要反对大汉族主义 所以汉人的沙文主义 那么这一段是蜜月期 但是到了1957年 因为这个在中国大陆内部 也发生这个所谓反右的 反右的地方版 就叫反对地方民族主义 这样子从1957年的下半年 到这个文革前夕 曾经是这一段 对少数族群的监控 变得比较严厉的时代 那正好碰到这一段时间 有这个大要进的失败 大要进的失败 导致新疆有6万人呢 他越过了边界 跑到苏联那边去 那么当然到了这个文革期间 实际上是建立某种 动荡的阶段 不过比较有趣的是 就是文革期间 新疆的这个族群关系 并没那么紧绷 因为那个时候革命的话语 取代了民族的话语 大家都在革命 大家都在革命 所以那个时候 有很多很多的派系 他们也发动武斗 可是每一个派系当中 都是既有汉人 也有维吾尔 也有哈萨克 也有所谓的回 这个都是有的 蒙古人都是有的 但是呢 在这个文革结束之后 一个新的挑战到来了 就是在中国大陆 逐渐的进入了市场化的这个时代 这个市场化的时代 它造成说 原来他需要强力的动员汉人到新疆去 支援边疆 那些汉人也大部分 是不是心甘情愿的 后来变成说 在新疆开始出现了一些商机 那么一些汉人就涌进新疆去 同时呢 在中国大陆的这些汉人居住地区 也出现了工作机会 那也有部分的维吾尔人 跑到内地去寻找工作 这个过程造成了 这个族群的接触增加 这个增加里面有一个现象 就是市场化的现象 就是汉人到了新疆之后 他们的竞争力 坦白讲是比较好一点的 那么这个维吾尔人 在这个工作的技能上面 语言的技能上面 相对的比较弱 他们感觉他们在竞争当中 变得比较边缘 他们同样跑到内地之后 也有很强烈的文化食用问题 那么内地的这些工厂 老板们对于新疆的工人 他们也觉得在文化上 有满大的冲突 这样子我们就发现 这种冲突的 这种文化冲突的增加 造成了那么中共方面 他不得不去用一种收紧的办法 来应对这件事情 那么维吾尔人也觉得 他变成这个被排挤的边缘人 或者是受害者 他们就有一种比较强烈的 抗争的态度 去应对这一个事情 好 我想刚才呢 这个吴启 那吴教授呢 一口气把我们从清朝 到民国 再到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政以后 这几个不同的阶段呢 新疆的议题 特别是到了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 新疆议题呢 出现了新的变化 马上回来 我们继续来深入新疆 青天雨天 每天都想你 白天黑夜都要在一起 生活有你 从此变得精彩 POP RADIO 我要大声地说我爱你 POP RADIO 是我扬起 就一起 一起在一起 POP大国民 请听蔡师平 好 欢迎回到POP大国民 今天我们非常非常的开心 请到这个吴启那教授 完整的跟各位来谈一谈 为什么中国最近呢 几度的对于新疆议题呢 有非常强烈的一个表态 那来龙去脉呢 我们跟各位来做一点分析 好 我再请教这个吴老师 刚才有特别提到 到了改革开放以后 因为市场化的因素进来 不管是汉人进到新疆 那么在就业上 在商机上 有点抢到了人家的 这个生存的很多的空间 同样的 新疆的 这个维吾尔人呢 他们离开这个新疆 到中国大陆的其他省份 去找工作 也增加了文化 跟文化之间的接触 但是换个角度来说 也增加了很多的摩擦 但也相对的 他们可能感觉到 更多的这个被歧视 那为什么感觉起来 新疆这些议题 好像在8090以后 常常成为国际 摆面上的这个焦点 这什么原因呢 我想这个原因 它两个方面 第一个 它跟整个全球化的 这个过程当中 伊斯兰的世界 遭到边缘化有关 也就是这个事情 不是中国单独的现象 当这个全球的市场 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 伊斯兰文化本身 跟它有一些冲突的地方 这是我们在世界各地 看到这个整个伊斯兰世界 跟这个西方 跟这个市场化的国家 都有一些冲突 这算一种文明冲突论吗 我想这个 与其说它是文明冲突 不如说是 对于市场经济的 一个适应能力 这种摄影是有点差距的 我想这个东亚的 这个儒家世界里面 其实对市场经济 其实蛮适应的 那它对 它跟西方的 这个主导的市场接轨 其实没那么难 但伊斯兰世界就不然 就困难就比较大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在这个1990年代之后 这个伴随着新疆 它的开放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新疆的这些 伊斯兰的 西斯兰的社区 它跟全球的伊斯兰市区 连接起来了 他们原来 这个去朝圣朝景 这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 不仅是因为政治上面的限制 更主要是它没有前去 1990年代之后 这种连接变得非常非常密切 这种情形下 让新疆的这些维吾尔等等 这种伊斯兰民族 他们感觉到自己 好像原来信的 不是那么正宗的伊斯兰教 他们希望可以去追求 所谓正宗的伊斯兰教 同时用这个来解决 他们一个问题 就是在市场经济下面 他们觉得边缘化 他们觉得跟汉人接触的过程当中 汉人没有精神信仰 他们觉得汉人在道德上比较堕落 他们自己也在连带之下 也去追求这个物质的享受 在道德上也比较堕落 这种情况下 他们找一个什么样的解决办法 去用宗教去解决 那么当宗教这种意识 变得很强烈 尤其是在新疆 恢复了很多很多的清真寺 新疆可以说是全世界世界 这个清真寺的密度最高的地方 恢复了很多清真寺 然后呢 同时又缺乏这个系统的 宗教教育的传承的情况下 他们从这个沙吾地 引进了一个比较极端的教派 叫做瓦哈比 这个瓦哈比教派呢 他主张去排斥一教徒 很激烈的排斥一教徒 也排斥伊斯兰教当中 比较温和的派别 这种情形下 这个维吾尔跟汉人 在宗教方面的冲突 就比较强化 强化这种 我想这种恶性的循环 就开始了 所以我们在1990年代 就看到新疆开始出现 这个针对警察或军人的 后来是针对这个维吾尔人的 这个这个跟中共密切合作的 上层的一种袭击事件 后来这个被中共称作 恐怖事件的这种情形 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 就越来越多了 我们知道到2009年 都到了巅峰 就是这个七五事件 后来还有这个昆明车站的 砍杀事件 这些事情都跟宗教 在新疆的发生这种 生态发生一个大的变化 有直接关系 从一个学者的角度来看 当然新疆问题都变得复杂 有它的历史的成因 层层的累积 但是你刚刚讲的很好 就也有一个全球化以后 连带的这个效应 受到的这个伊斯兰 激进主义的某些的影响 那但是中国 中国大陆本身的新疆政策 你觉得到目前为止来看的话 他们有在调整吗 就说一直就说 他难道不知道这问题的 越来越日益严重 那日益严重的话 他势必要再找出一些对策来 那到底是更严格 制造了更大的紧张 还是应该在某些地方放 比如说你刚刚有提到 回到这个冷战以前 那种稍微在历史的脉络里面 去找寻这种不同的民族 汉人跟维吾尔人之间 相处的某些模式 难道不能在这里面 去重新发掘一些 老祖宗的智慧吗 对 这是非常好的问题 我觉得其实 一直去发掘传统的智慧 或者寻找新的办法 都还是可以的 不过目前为止 对于中共或者是维吾尔人双方来说 他们都等于是 骑在一个很高的马上 有点下不来了 对于中共来说 他们已经比较丧失 在他们革命时期 1950年代还带有的一些 理想主义的色彩 理想主义本身是有一些用处的 那么他们现在基本上 是物质主义的 他们完全从经济的角度 去看待问题 那么他们觉得说 他们可以用经济的方式 解决维吾尔人所有的问题 当然维吾尔人 希望自己的经济发展 这是毫无疑问 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层面 这个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 但是基本上 中共是一个 唯物主义的政党 他们对于宗教事物 文化事物是相对陌生的 这种情况下 他们可能经常采取 两极的办法去应对宗教 第一个就是我给你钱 我让你建金正寺 我这样对你很好了吧 他不知道建金正寺背后 还有别的文化内容 尤其是宗教教育的内容 第二种就是说 我今次已经帮你建了很多 你们现在的宗教活动 已经超出了 我们限定的范围 那我怎么办 我去缩减你金正寺的数量 那这里就又动用了 强硬的手段 这种情况下 不管前面一个手段 还是后面一个手段 他都比较违反宗教本身的规律 他都让人觉得你 不管是软的一手 还是硬的一手 都是不了解状况下面 去发生的事情 所以这种情况下 他可能没有办法去缓解 不管你给钱 或者是去压制 他没有办法缓解 紧张的情势 如果说换一种办法说 我去对这个文化本身 都已经宽容 我可以有政治上面的一些措施 但是文化上面是宽容 这个问题可以解决很多 所以我感觉有一个办法说 您刚提到 如果在传统里面 就是这个传统的智慧 就是传统的中央王朝 跟各个边缘地区 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相处 他会留一定的空间 这个传统智慧 到今天为止还是重要的 那另外一个 现在就是说 我们看到这个1949年之后 中共他在应对边疆少数族群的时候 他采取了一个政策 叫做民族识别跟民族区域自治 民族识别跟民族区域自治 民族识别就是说 我把原来这个 我不能确定是什么族群的人 我把它界定为一个民族 然后给他一定的政治权利 民族区域自治 就是他特别划定的范围里面 那里就取消原来的行程 变成自治区 那么这个在当时1950年代 曾经是有一些用处的 因为这个少数族群对自己的文化 或者政治他的期望 得到了一定的满足 可是这个制度继续再延续下去 少数民族也有他的不满 他觉得我的这个文化 我的这个民族本身 他应该有更多的政治权利 他政治权利可能最多包括自觉 包括独立 那么对于这个 因为这个整个族群 民族识别把这个族群 识别成为政治的民族之后 他的边界就变得非常清晰 这种边界越来越清晰 就是原来可能没有存在那么多的冲突 那么边界清晰之后 大家的这个自我认同越来越强化 那么这个冲突就越来越强烈 我觉得有一种往后来的办法 就是说如果在这个体系之外 建立一个超然的体系 就是说这个体系重点要强调 这个整个这个国家的公民 每个人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 那同时我尊重他的文化 但是不能把这些文化 这个当作是一个政治的标记 这种情况下 就是说当然这个国家 我期待中国大陆 他可以日渐法治 法治化去强调个人的权利 这件事情 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那种情况下 原来的那种清晰的这种族群 民族的边界就会变得淡化 所以换句话 其实回到一个民主国家的 一个重要的原则 就是公民 公民的权利的平等 那使得在不同的族群之间 他都会在这个公民这个概念下 其实取得一个平等的地位 可是你这一回答 又刚好碰到一个 中国大陆本身 现在这个政治制度本身的问题 所以我想这刚好 又是碰到他的一个盲点 马上回来 好 今天我们在五点到六点钟 请来的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的副研究员 在台湾研究新疆议题 非常权威的吴启纳 吴老师 吴教授 来跟大家一起聊聊这个话题 吴老师 我们最后一点时间了 那现在因为新疆议题 动辄就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 当然因为中国现在够强了 他的不管军事 还是在联合国的 这个常人理事国等等 所以他也可以很强悍的 来处理这个议题 可是就一个学者的角度来看 我们总希望 新疆的维吾尔族的朋友们 也能够得到更大的空间 也希望说汉人跟维吾尔人之间 真的也不要因为这样子 因为政治的关系 而搞到最后大家怒目相识 那些其实是一个 国家内部很大的不安 你会怎么样的建议呢 这问题有解吗 我觉得他还是 我乐观的看 我觉得长远而言 应该还是有解 就是说这个有解对于 不管是这个中共来说 还是这个维吾尔来说 还是国际社会来说 他需要做几件事 第一个就是在这个心态上面 要有一种宽容的心态 有一种同情的态度 去看待新疆的现象 不要把它看成是一个简单的 这个所谓 不管是暴力的冲突 还是这个强力的压制 因为它背后有的复杂背景 跟这个 比如在美国移民之间 发生的这种冲突 相比要复杂非常非常多 我们有必要去深入了解 它背后的这些背景 就是对各方 都付出一种同情的态度 这种情绪 我就说国际社会 用一种宽松的态度去看 它不至于对当时的各方 造成压力 当时的各方 有时候它是表演给 这个国际社会来看的 那么他们可能把这个冲突加剧 第二个就是说 对于当时各方来说 它也需要宽容 尤其是说对拥有权力的人来说 它需要用一种比较宽容的 灵活的有弹性的态度 那么事实上 他们曾经有过 有这种弹性的情况下 得到一种正面 回应的一种状态 也就是说 这个它自己不是完全没有 没有好的历史经验的 这种情绪就是说 大家也需要 我想别人 如果是讲政策宽松的 它有一个基础 就是要互相去深入了解对方 了解对方 如果说我们一直去坚持一种传统的话语 那这些传统的政治话语里面 它经常是冲突性的 比如说民族主义就会带来民族主义 如果对于中国主流官方的 这个历史研究 一直强调新疆自古以来 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那么维吾尔自古以来 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 它其实是跟学历上面 有一定差距的 其实你不如去讲 这个新疆加入中国 那么维吾尔加入中华民族的家庭 它是近代 大家有了共同的历史经验之后造成的 这个共同的历史经验 共同的利益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么这样子它跟我们生活的实际更切合 那么同样的维吾尔民族主义 它是跟着一个中华民族主义 或者汉民主义对抗之下产生的东西 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虚构的 比如说他们还要追溯说 它的历史曾经有数千年 乃至到九千年 它曾经是新疆的政治上面的主任 这个也不是现实 这个维吾尔形成的过程当中 事实上它的一方面 是各种政治势力互动的结果 另外一方面它的整个的族群的形成 也是一个近代的事情 而这个近代的事情 它其实跟中国有没有一些关系 当然跟苏联跟英国人也有一些关系 这中间的这些过程要厘清 但是同时在现实政治里面 有一个用一个概念 我刚讲到的 国家的公民的概念 公民的概念来取代民族的概念 它很可能会比较有效的 来消弭族群之间的这种紧张状态 当然我们也知道 聊到公民的态度 公民的意识 或公民的价值这一块的话 那当然也会牵扯到 整个国家的体制的问题了 我想这个当然对中国来说 你对中国来讲的话 它自己怎么样来提升自己 在至少要符合 现代的公民社会所认可的 这些公民权益的保障 我觉得这对中国来说 它也是要学习的 大概它也是一个要学习的过程 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今天从一个知识的角度 学历史的角度来给各位分析了 新疆问题的变化 也给各位做一个很好的参考 再次的谢谢吴琴 吴教授 谢谢您 谢谢您 我们也非常希望 以后我们会多提供这种 比较广泛一点角度 来思考某些问题 让各位知道 在政治的论述上 也许有些答案就变得很简单了 因为政治人物 就把问题简单化到 要不然就是这个 要不然就是那个 但是从历史知识的角度来看 很多问题不会那么简单的 今天五点到六点节目 到这里告一个段落 待会六点钟 欢迎带大家回来